让你看看 什么是全国冠军 其实我想试一下 来 我们看一下宁波晓晓挑战 现在我们现场是给他准备了十个一拉罐 来 一先说 打哪个 你说打哪个 打哪个 打第三个 OK 接下来您随意 那接下来我们的难度升级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们挑战的下一个项目会是什么呢 一起来看 好 看到了吗 接下来将要挑战的这个项目 第一关 鸡蛋上面 鸡蛋上面 放着的一粒小小的花生米 也就是说 一会儿弹弓的鸡蛋 不能击碎鸡蛋 但是必须得击掉这粒花生米 这就是我老姨 厉不厉害 包刀 要不要来挑战一下 我觉得这样 我觉得让贾导试一试 都实在请你嘛 对不对 对 来 天哪 这个 加油 贾导 你先来看一下 鸡蛋挺贵的买的呢 是不是 对 鸡蛋不能碎 花生米要倒下 你先来 你确定 因为我之前上一次都打到过自己 所以打到过 你确定还能自如地站立是吧 你们一定要看那个 就是它会有反应的 哇 鸡蛋碎了 很遗憾 花生米虽然 花生米虽然被打掉了 但鸡蛋同时也碎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 宁波晓晓将挑战 好 挑战成功怎么样 什么事情不能随随便便就成功 老牛那说好了 这次要打不中 今天中午的午餐您请 没问题啊 没问题啊 听到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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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编报销吧 这样子 好 我觉得咱们赌道神耶 我有细心 接下来牙签 难道甜甜不要尝试一下吗 我肯定会讲 我都没摸过这个东西 小贾 你有血统 你的血脉当中有弹弓的基因 老姨啊 我们节目组人 中一个特点 特别能蒙 特别能蒙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宁波晓晓挑战 四米之外 用弹弓击打牙签 好不好 好 在晓晓挑战 最高难度的同时 我们先来看一看 在场外 在更远的距离 更复杂的环境当中 小小的英姿 一起来看 接下来呢 我们就让宁波晓晓再接再厉 打今天的最高纪录就是牙签 四米开玩 好 好 来 加油 小小 好帅 好帅 又找到原因了 他这个光剑 对他影响太大了 太棒了 其实他第一次打的时候 已经打到了 对 其实已经打到了 打到了 已经打到了 我看到 但是没办法碰到了 一个牙签坚强 他没倒 这才打了 第一下就打到了 对 来来快快快 他已经打到了 但那个牙签没倒 还要打那个吗 牛制片 要打 这回的胶水 买的有点质量太好了 对 牙签质量也太好 对 但是没办法碰到了 个牙签坚强 在那儿屹立不倒 这个是夹刀你用过那个吗 啊 我们组还没有 扣到这个地步 是吧 再次恭喜宁波晓晓挑战成功 哇 谢谢